好有沒有還沒有捕捉完 來來來中間 左邊我們也看一下 中間再做一張 中間做一張 也看一下右邊 中右中右 好 右邊 會期待那個人氣獎 期待還是會 當然就是如果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績 因為其實也就差一點點 一直都差一點點這樣 那就是說有機會可以拿得到 當然對我們來講是一個肯定 因為老話一句就是說 台灣最大的獎項 是肯定所有我們業界 不管是演職員 台前幕後的一個非常大的獎項 那大家都很努力 也希望可以受到肯定 所以就是也是希望就是說 可以辦得更完善更盛大一些這樣 但是我們已經很感謝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好像7萬多票 那粉絲們真的是蠻努力的 在幫我們分享投票 我們都看在眼裡 最感謝的還是粉絲 沒錯 那想問一下 因為小刀在突口秀上面講說 五六會不合都是因為那個王少偉的關係 就是開玩笑啊 不是這應該是因為他那個狗屎寫手 他們在開玩笑 小刀只是repeat他們講的話而已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好來 因為那個本來就是大家看的就是笑一笑的 所以他這樣把它寫出來 我想大家也不會把它當作是真實的一個去誤會 對 所以應該就笑一笑就好 剛才想問群群的 因為最近啦啦隊就是那個丘焰的事情 然後會不會很心疼 你想說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覺得說 他不用那麼的委屈 就是我有看到最近他就是丘焰的那個新聞被傳的沸沸揚揚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非法的 所以我覺得那是他個人自己的可能生活習慣 就是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那麼的去抨擊他說他在這件事情 因為他平常的工作可能是 喔啦啦隊帶給大家正能量 可是他可能私底下 他覺得這樣是他的放鬆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太過於 這麼放大去檢視這件事情